新北市政府在夏季用电高峰期持续的推动节能相关措施 并且鼓励民众参与节电 特别由市府同仁入境推出了12星座节电术影片 透过幽默有趣的拍摄手法呈现相关节电计划和节电绝招 还同步推出了网络抽奖活动 号召民众不分星座 下月节电一起来 12星座节电术影片参考不同星座的个性特色 巧妙地将本年度夏季期间多项节电措施融入其中 例如牡羊座的节电术 就以牡羊座积极且有行动力的特性带出 下月节电中 纠团来省电的活动 鼓励民众纠团10户组队参加 累积省电量最高的团队就可以获得20万元的礼券 10户就可以组队参加 6到9月只要我们累积省电量最高的话 就可以获得20万元礼券 20万 那还不赶快打电话找人 有关12星座的影片是我们针对下月期间 就是6到9月 我们按照网路上很红的12星座的部分 我们把它用节电的部分做一个概念的包装 那其中也教导民众在6到9月怎么样去做节电 那里面有4个星座 其实有融入到我们新北市的政策计划 例如说LED的全面太幻 或揪团来响应节电等等的 其实在节电的影片里面 我们都把它融入进去 警告局表示为了让影片更生活化 从脚本四季到演出成员 都由现实的事物同仁撰写及单纲 希望你贴进一般大众的生动轻松的方式 让观看者感到有趣且影响深刻 并借此将节电知识落实到生活中 主要是鼓励民众能享用响应节电 例如是说用节冷的灯具 或者是说有时候天气比较热 冷气一定要调到26度以上 那避免是说冷气耗能过大 那也是禁用一些白智灯乳素灯 然后还有说冷气不要外泄 等等的其实都在我们节电影片里面 也有看到 此外为了让民众更深刻了解 十星座节电数影片中各项节电计划资讯 特别在新北电影节脸书 粉丝专页上推出网路活动 只要民众在影片下方留言 分享最喜欢哪个星座的节电数 再标示三位脸书好友 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 见本堂市场报道